还有几天RTX4080就要正式发售了 有不少玩家都在期待着它的具体表现 能不能与按摩电的RX7900XTX对抗 不过有些玩家是嘴上说着AMDS 转头就预定了一张4080 但确实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咨询 想要为40系显卡配一台无卡主机 所以配件的选择还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电源 机箱 不过要我说就是有钱都买最好的 Zither Harp 首先购买这个RTX407 最需要注意的肯定就是电源 别回头买回来了就逮不动就尴尬了 其中RTX4090公版默认功耗为450W 所以NVIDIA官方给出的推荐电源为850W起 不过需要注意 这850W是针对于全新的PCIe 5.0 ATX3.0电源而定制的 并且通过我们的实际测试来看 在现阶段的BIOS下 RTX4090的峰值功耗 可能会达到500W 而如果你搭配的是一个峰值功耗 突破300W的I913900K 那么这个850W的电源可能就不太够了 更何况大家正常购买的肯定都是非工版 其中像七彩虹水神4090 更是超级电老虎 TDP功耗达到630W 所以秉承着省啥都不能省电源的态度 使用RTX4090的用户 不管是工版还是非工版 都请一定将电源选择在1000WG以上 不过你要说你使用的CPU并非I913900K这种级别 那么选择850W的电源也是可以的 但最好还是去各大官网了解一下产品对应的功耗 在此呢 给强我也为大家整理了一部分硬件厂商的4090供电需求 可以对照查看一下 那说到这里可能小伙伴就要问了 那我应该是选择白牌电源 铜牌电源还是金牌电源呢 很简单 目前850W及以上的型号 厂商给到的几乎都是金牌 薄金和钛金 所以直接选择就行了 没啥可纠结的 那除了电源外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 显卡会不会被烧 在购买4090时 都会配备一根单16屏转4乘8屏的供电转接线 不过现阶段尴尬的是 可能也许大概是由于粗质烂造 外加使用不当 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了数起 因为供电线导致了RTX4090被烧毁 不过现在NVIDIA已经召集了各路人马 商讨着解决方案 呃 好在 目前一些非工厂商已经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 大概率电源厂商也会跟进 据不完全统计啊 没有点赞投币转发用户的4090 烧毁的概率有1% 而既点赞又投币又转发用户的4090呢 烧毁的概率几乎为0了 所以你懂我意思吧 当然如果你准备购入的是快上市的4080 其整卡功耗为320W 官方建议电源为750W 所以和4090一样 如果是购买了PCIe 5.0的ATX3.0电源 那么750W是足够的 但如果是购买了常规电源 那么还是建议在850W以上 这一更加具体的需求 还是要看每家厂商的建议电源和显卡功耗 那除了电源 第二重要的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机箱了 由于RTX4090本身尺寸就偏大 又考虑到大家都的非购买 流华熊的猛禽 微星的超龙 以及七彩虹的火神等 所以购买时 请一定要认准显卡的长宽高 然后比对着机箱的仓体限度 进行适配购买 而你如果只是升级更换显卡的话 也依旧需要检查一下现有的机箱仓体大小 要不然买回来 显卡塞不进去 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 这里呢 我们也是简单罗列了一下显卡的规格大小 大家可以对比参考一下 最后作为与显卡密切相关的硬件CPU 其实对于玩家来说 既重要又不重要 因为性能较差的CPU 多多少少还是会封印住显卡的实际性能 也就是所谓的CPU瓶颈 但这一点点的性能损失 对于4090这种量级的卡来说 其实算是九牛一毛了 所以CPU的选择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呃...用倒是能用 就是显卡嘛 可能会嫌弃CPU 所以如果你只想把钱花在GPU刀刃上 CPU能用就行的话 那么6和12线程的U就基本足够了 例如i5-10400F 11400F 以及12400F 而AAO的话可以考虑R5-3600和R5-5600X 看到这里可能又有小伙伴家提问了 我都买40904080了 还差着CPU的一两千元预算嘛 那...那你有钱请随意任性 所以秉承着买新不买旧性价比至上的原则 在这里最推荐给大家的还是13代酷睿中的i5-13600K和i7-13700K 毕竟前者可以实现末秒权嘛 后者也堪比i9-12900K的性能 而打游戏的好手5800X3D 其实也是可以毫不犹豫选择的 如果你在为7900XTX做准备也是完全OK的 但如果你还想剪辑视频 创作建模等需求 那么还是建议上i9-13900K和R9-7950X这类旗舰级的CPU 当然嘛以上这些都只是个人的小建议 所以大家简单参考一下就行 最后的最后再提下显示器 当然观众老爷肯定觉得 啊这显示器和显卡有啥关系啊 但有一点确实需要引起注意 那就在我们此前的4090测试中 即使是搭载了i9-13900K这种旗舰级的CPU 在1080P甚至2K分辨率下 部分游戏也会出现显卡占用率跑不满的情况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CPU瓶颈问题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显卡不能发挥出全部的性能 苏称压力来到了CPU这边 所以选择RTX4090的用户 最好还是能有个4K显示器游玩 以免出现显卡看不起CPU的情况 好了以上内容基本就是40系显卡购买指南的全部要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XD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